宣布聘任资深媒体人赵兽康为中评委 马上就遭NCC警告 恐怕会违反党政军退出媒体的规定 最终可以罚200万元 赵兽康就回呛了 中评委根本只是顾问职 不是党职 不领心也不管党务 该退出媒体的是NCC 同时他也痛批民进党搞一党独霸 NCC不该为了政治服务 赵兽康重返国民党 要在蓝营杀出泄露 但才宣布被聘中评委不到24小时 马上引来NCC出权喊开罚 他就不是党工 他就是一个顾问性质的一个职务而已 党政军退出媒体 我觉得党政军应该退出NCC才对 顾问本来就不算 顾问他也没有实权 他也不受薪 他也不每天去上班 他也不主管党务的工作 他就是个顾问 法律明定怎么样其实就是怎样 任何机关任何人都不能去扩张解释 NCC拿出广电法第五之一条及广电法实行细则 若认定违反党政军条款最高开罚200万 还要暗次处罚 我们就是会启动行政程序去调查 民进党一党独大 也不能一党独霸到这样的地步 NCC真的在奉劝NCC 还是应该公正独立 不要为政治服务 更不要为政党服务 处罚我我去打行政诉讼 我认为NCC不会赢得 尝试回归引发关注 不止NCC出招 绿网军和阿扁连番K-POP 引爆赵孝康怒火 几乎每个部会都有1450 政府用他的公费 去养1450 然后选举的时候 再把这个1450收为己用 吓死人啊 连带清德原来名量那么高 都被1450打败了 但他听到1450的文风尚胆 你不犯我不犯你 但是你不要骑到我头上来 绿军加网军成民进党标配 赵绍康难言怒火 面对蔡政府的一党独霸 赵绍康火力全开 反过来要把网军杀到体无完肤 记者黄军李逸玄 SAG小组台北报道